英国惊天丑闻!污染血缘至千人染艾滋!政府满40年! 据ABC报道,英国最高法院本月将正式开启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,NHS,历史上最大治疗丑闻的公开调查。 从上世纪80年代起,英国有上千名血友病患者因接受治疗、感染C型肝炎和艾滋病,最终痛苦地死去。 这一切,并非不幸感染,而是一场重大的疏忽事故,并且被政府故意隐瞒。 这起NHS医疗史上最严重的悲剧,已经导致了2883人死亡。 而几十年来,所有在痛苦中挣扎的幸存者,以及已经离世患者的家属,仍在需要一个交代,想要得到真相和答案。 如今,在血友病协会和社会的不断施压下,时隔近40年,政府终于开始了行动。 今年5月,英国最高法院将首次进行公开调查,调查真相,找出事故责任人。 输血事故,令上千人被感染艾滋病毒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www.tmxu.net 血友病,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基因遗传病。 因为患者体内缺少凝血因死,身体哪怕出现一点小伤口,也会导致流血不止,很多人曾因失血过多死亡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英国开始推行一种名为第八宁血因子注射的血友病疗法。 与之前的疗法相比,第八宁血因子注射更加方便,解疗效更好,因此迅速在英国的血友病患者中流行开来。 第八宁血因子注射,解图自BBC。 这是一种粉末制剂,由线血者血浆中提取的凝血因子冷冻前噪而制成。 制药公司生产的每一批凝血因子制剂,都是由上千名献血者的血浆混合提取生产。 这意味着,如果有一名捐献者的血液有问题,那么一整批的凝血因子制剂都将被污染。 由于英国实行的是义武献血,所有的血友病患者都需要定期注射凝血因子,凝血因子制剂的需求很大,结果出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,这导致制药公司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源。 最终,他们选择了从美国大量进口。 不幸的是,当时由于全球供应的极度缺乏,血浆来源十分混乱。 在美国,有大量囚犯和引君子,靠住有长线却赚取生活费。 而这些血浆迹后,被用于制作了凝血因子制剂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bbs.tmxu.net 2017年BBC推出了事件纪录片,再次引发强烈关注。 图去BBC。 这样的大规模进口,其实在当时已经让人感到不安,我们知道当时美国的血浆收集方法存在问题,但我们不知道它的危险性有多大,会产生怎样的后果。 时任英国卫生部部长欧文勋爵在接受BBC采访时这样说道。 当时就有人指出,这或许会导致C型肝炎的传播,但在那个年代,还没人知道艾滋病毒的存在。 因此,在没有充分意识到危险性,且没有更有效的血友病治疗方案的情况下,英国卫生部依然坚持从美国进口第八宁血因子。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人类发现了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毒的存在。 与此同时,英国一些曾注射第八宁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,开始出现了类似艾滋病的症状。 然而,1982年7月,英国政府否决了停止使用和进口美国血液制品的提议,NHS仍然继续向血友病患者提供治疾。 在艾滋病毒被发现后,便有人提议,建议撤回所有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。截图自ABC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bbs.tmxu.netpost130321701.html。 直到1984年,英国卫生部开始拒绝购买没有经过热处理的第八宁血因子制剂。 但这个时候,已经为时已晚,1989年,有1200多名英国血友病患者被确诊患有艾滋病,而在随后的数十年间,又有另外至少4689名血友病患者被发现感染了C型肝炎。 患者身受其害,生活一直被疾病和焦虑所营绕。 从此以后,我的生活一直被疾病和焦虑所营绕。 史蒂夫·戴蒙告诉BBC,我所期望的人生,早也不复存在了。 2016年,史蒂夫接受了一场手术,从肝脏上切除了一颗恶性肿瘤。 每隔几个月,他和妻子苏便需要耗费三个小时,前往伦敦的一所医院进行复查,检查肿瘤是否再次复发。 史蒂夫·戴蒙和妻子苏。图具BBC。 转自铁血社区。 httpwww.tmxu.net 而导致史蒂夫患上癌症,以及多年来恶极缠身的罪魁祸首,正是第八年血因死。 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英国所有血友病患者一样,史蒂夫接受了第八年血因子致剂的治疗,最终不幸感染了C型肝炎。 他们没有向我们说明,注射有任何被感染的风险。 史蒂夫回忆道,直到很久之后,这个事件被曝光后,才得知此事。 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,至少有4689名血友病患者被感染了C型肝炎,其中大约65%的人患上了肝病,并最终导致了肝硬化和癌症。 另外1250名不幸被感染艾滋病毒的人,则不得不忍受这一灾难性的后果,并生活在耻辱中。 数十年来,至少有2883人因第八年血因子注射的不良后果而离开人世,而剩下的幸存者及家人们一直在努力找寻真相,并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。 然而,这个过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。 1991年,当活动人士威胁要将政府告上法庭时,政府向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发放了每人6万英镑的补偿津贴,条件是他们放弃进一步的法律要求。 但当时,C型肝炎的感染恶况还并未被发掘。 数十年来,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试图寻找真相。截图自ABC。 1997年,史蒂夫·戴蒙被查出感染了C型肝炎,两天后,他被医生告知C型肝炎已发展成了肝硬化和肝癌,需要立即进行移植手术。 此后,肝萌的生活重心便是与病魔作斗争,他忍受住一切副作用,包括听力损失、失眠、无法集中注意力等一切症状。 但此前,他都认为自己被感染是非常不幸的,直到调查文件显示,政府其实一直知道这种治疗存在风险,却选择隐瞒真相。 漫长而艰辛的争取。时隔40年,英政府才开启真相调查。 2007年,在没有政府正式调查的情况下,曼彻斯特的莫里斯·勋爵成立了独立调查机构,花费了两年时间进行调查,举行公开听证会,然而英国政府依然拒绝公开证据。 而曾在1970年代担任卫生部部长欧文勋爵出面表示,政府早已将能解释当时情况的文件销。 1974-1970年代担任卫生部部长欧文勋爵。截图自ABC。 在一直不断的压力下,2015年,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才代表政府道歉称,这起灾难本不应该发生。 然而,除了道歉,再无任何交代。 直到2017年4月,威尔斯议会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公开调查。 2017年7月11日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证实,政府同意对这一丑闻进行公开调查,彻查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,以及相关文件和证据是否在几十年前就被催或是被故意掩盖。 特雷沙梅表示,人们应该知情,调查将给他们答案,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这是如何发生的,这场可怕的悲剧不应该重演。 最终,在英国政府承证将开启调查的大半年后,今年5月,英国最高法院的布莱恩爵士作为调查负责人,正式开启了对40年前这一特大丑闻的全面调查工作。 据ABC报道,针对这一事件的公开调查,将首次有权利要求政府提供完整文件,并要求政府及NHS官员宣示作证。 本次调查要求相关部门提供稳当调查。图举BBC。 据ABC报道,最新的证据推测,可能有另外3万5千名非血友病患者,在分娩或手术后通过输血的方式也同样遭受感染。 英国血友病协会负责人表示,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否认相关疏失,且拒绝向受害者提供赔偿,这项调查将有助于提供揭露这些不法行为的证据。